雅錦賽最後一天賽程 前三天都沒有進上金牌的中華隊終於開張 而且這一開就開了個大的 在男子200公尺決賽中 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雖然準決賽表現不佳 導致決賽被排在第八道 但關鍵時刻他完全釋放飛毛腿實力 尤其最後衝刺階段強拉尾盤 最後以20秒66的成績有多金牌 不但是中華隊本屆雅錦賽首金 更是我國史上第一面雅錦賽短跑金牌 我在決賽心情跟100滿像的 就是當作最後一趟在跑 那因為我是自己心裡想說 已經沒有退路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怕 各個選手狀況也有好壞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拿出自己的實力 就OK了 拿下金牌當然開心 不過楊俊翰卻在賽後 小小抱了自己的料 仍然今年報名參加100和200 還有400接力的他早已累壞 原本還想放棄200公尺呢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放棄或什麼 但是這樣就說 就說如果你身為一個國家級的選手 你就是有任務就是要去玩死這個比賽 不是說你想要放棄或什麼就可以放棄了 然後就是其實也是有點不甘願 然後說好就最後一趟 反正都最後一趟就跟他拚了 無心插流 劉承映 楊俊翰雖然有點不甘願 但只要他上賽道就是全力以赴 而這奮力一搏 竟然就這樣締造了歷史 看著全場觀眾在頒獎時 為我們的郭琪哥起立 只能說今年包辦兩面獎牌的楊俊翰 真的是有英雄命 我來體育秀人印度採訪報導